今天我们也知道是 圣诞节之前的一个星期日 在我们的教育日历里有两次 其实Mary也跟我们分享到 今周是第四个礼拜 在这个章临期里面 第四个礼拜里面 我们在第四支的蜡烛里面 这个是回到那个紫色的蜡烛 紫色蜡烛也是再一次提醒到我们 一个是天使的蜡烛 我记得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 天使也是来到一班的牧羊人里面 去向他将一个的好信息向他报告 所以我们也知道这个是上帝将这个信息给我们 所以第四个礼拜是一个天使的蜡烛 而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的是一个主题 就是说到李是被选选的 但是在未开始之前 也是想报告一下的 就是在下个星期 即是下个星期 即是12月26日和1月2日这两个星期日 我们暂停这个主要学 因为下个星期都有很多的事情去做 例如我们在早上九点半的崇拜 会有洗礼 兼赞礼 跟着也是在我们的月宇崇拜里面 也有洗礼和兼赞礼 所以是非常忙的那天 而其实我和Yuan的孙女在九点半的崇拜也是洗礼 媳妇也在那个时间会受兼赞礼 所以我也不可以出席这个 所以我们会暂停 我们暂停这个星期和1月2日 1月2日因为都给大家放下假 或者你会和家人一起聚会 所以我们记住我们暂停 接下来两个星期的主要学 好 那今天我们就会说思想到你是被选选的 那不知道你有没有被选选呢 如果选选了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其实选选呢很有趣的 再来说你是选选做什么 那如果你说好像在右手边这个 右手边这个 I want you for US Army 就是如果在当兵的时候抽到你 选选你的时候 有些人就很喜欢 但是相信很多人都不开心 应该要去当兵抽你呢 在六十年代 应该是六十年代 那时候是非常之一定要的 那很多家人都很害怕的 因为家里有些儿子的时候 他要去登记 登记之后呢 就开始害怕了 十八岁 你一定要当兵的 要抽到你 除非有什么的原因 就不需要去 但是 有些人一抽不到的时候 哇 真是整个家人都很开心 有些人呢 甚至 用尽很多不同的方法 去逃避 这个被抽到的那个机会 所以 那时候 Uncle Sam wants you 的时候呢 Sam叔 他要你的时候呢 你是不喜欢的 但是有些的 其他呢 就好像 这个的陪审员 陪审员 陪审员 就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如果选择了你的时候呢 哇 你又是 怎么办 又回不到工作 又很麻烦 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去陪审团 那里 但是 有些人去抽奖的时候呢 抽到你呢 哇 哎 现在有一个努力示标 去抽奖 抽到你的时候呢 你非常之开心的哦 我抽奖呢 就从来都没有这样的 哈哈 我从来没有被人抽到的 啊 抽到呢 通常是做事的 就不是说给你一些东西去 去奖励你那些 所以 但是 有些人呢 就好时 去抽奖呢 肯定抽到他的 像Yuan那样 他经常都抽到奖 哈哈 哈哈 有几次都抽到奖 抽到奖 他就给我啦 哈哈 哈哈 You are the one 抽到你 抽到你又很开心啊 那么 所以 在乎你是否选择了什么 抽到是做什么的时候呢 那你的心情呢 是很不同的 那么 另外也是说 为什么天使会选择 向那些牧羊人去报这个喜讯呢 那牧羊人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呢 他有什么反应呢 而如果我们 我们听到这个这么好信息的时候呢 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就是不像刚才那些啊 抽你去当兵啊 或者抽你去陪审团那些啊 或者其他 那些啊 如果听到这个这么好信息的时候 天使今天 向这帮牧羊人 将好信息 报告给他们听 他们 听了之后 他有反应 而我们听到这个好信息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那六甲福音的第二章 第八节到十八节 那这一段的经文呢 也是我很喜欢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来到美国 没有多久呢 很久以前了 那 那时就很小 那来到教会里面 首先我们就去一个的 话剧 在圣诞节的时候 圣诞节做话剧呢 那我们呢 我就 都很隆重 那时候 Mary也在这儿啊 那我们又会扮 牧羊人啊 有人扮天使啊 有人扮耶稣啊 不是 不是扮耶稣 因为耶稣BB 有人扮玛丽啊 有人扮约瑟啊 有人扮约瑟啊 有些很多啊 很多东西的啊 那我约瑟服装 我说我就是私班袍而已 没人扮私班袍呢 就是好像天使那样 那样 牧羊人呢 都是着那个 私班袍 不过呢 就多戳一些东西 整着好像不像这样 但是 在我当来到美国没了久之后 我就在一个话剧 就是这个 在天使向牧羊人报告 这个大喜讯息 那个情景 所以我很熟悉这些圣经 也有很深的印象 在《六家福音》的第二章第8节 《在百里行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庚似看守羊群》 看这群牧羊人在野地,即是离开一个市镇里面 去到一个比较偏僻,离远一点的地方 而《百里行》在当时的地方是非常小的 《在圣经》里面也说到《百里行》是一个非常小的市镇 这群牧羊人看羊就要离开市镇,离开人群 而在夜晚的时候,因为长夜流流的时候 他一定要离间,所以他轮着的是看着羊 当他们正在看着羊的时候 突然间有些事情发生了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周心开怕 他们坐在这儿在乡羊的时候 有些在黑板睡的时候 有些在聊聊天的时候 突然间有主的使者 有人站在他旁边 你想想当时夜妈妈 只是有一些星在那儿 或者有一些小小的灯光在旁边 突然间有人站在那儿 充满荣光 你想想当时那些牧羊人是什么感受 很害怕 大家在关灯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人 很多光的站在你旁边 Hello Linda 我说 这个不是Gary 不知道谁来的 你会很害怕 是谁来的 天使知道他们害怕 知道他们会很突然 所以说 第一句说话 他不是说 你这么怕的 你这么小胆 不是 他说不要害怕 因为他知道我们害怕 很多时候我们遇见这些事情 我们解决不了的时候 我们会害怕的 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好像 我们不知如何去处置的时候 那些时候会害怕的 天使 他第一句说话 当他向人去显示的时候 他也是会同样的 说第一句说话 不要他害怕 在药室 他正是要想着 如何去处置 玛利亚的时候 因为 玛利亚 还未跟他结婚的 但已经怀了人 药室说 他说 不行的 我要去处置他 我想 暗暗地将他休了 突然间有使者 又是 又是 天使来到面前 他说 不要 惧怕 又是不要惧怕 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说话 上个星期 Mary说 有三百多句 不要惧怕 每日都可以 同一句话 不要惧怕 每日去过日 是你不需要怕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报给你一个大喜的信息 这是一个很高兴的信息 如果高兴的时候 就不需要害怕 是不是 你如果去当兵 那你就害怕 你去做陪审员 你都会害怕 因为你不知道 你那个生计会如何 现在你说去 Downtown town 去做陪审团 你都害怕 害怕什么呢 你怕走那条路的时候 不知道 走到半岛不知道 有没有人打你 或者抢你 因为现在那个字眼 真的太差 所以你害怕的 但是如果说 喂 现在你 中了奖 你现在可以去一个免费的邮轮 不用怕 现在都很安全 但是最少一个是大喜的信息 因为是好消息 所以你不需要害怕 还有这个是关乎埋民的 这个不只是给你的 是给全世界 所有人的 这个是非常好信息 这个信息是什么呢 他说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面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有位救主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他就是这个主 他就是这个基督 他是王来的 你要见到一个婴孩包着布 睡在一个马槽里面 这个就是记号 你看到天使跟他说 这个好信息 信息就是有位救主为你而生 之后他没有说 你们去找他 你们快点离开 他只是说一个说话 你们见到这个婴孩 你有这个记号 你就知道他就是耶稣基督 这个就是救主来的 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大堆天使 他一班天使赞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上帝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很多的圣诞卡里面 你都看到这句说话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因为耶稣基督的降生 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很大的计划 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 而在这个救恩里面 在圣诞节里面 就开始成就 所以我们是要将荣耀给上帝 就是他是具得我们的荣耀 并且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耶稣基督降生 是要将平安给我们 我们是在这个罪恶里面糾纤 在罪恶里面我们是害怕 我们是没有平安 而当时这帮犹太人 在一些罗马的帝国里面管治的时候 他们也是没有平安的 他们当时也想着 上帝曾经应许我们 何时有一个救主 而他们的救主的概念 就是将他们 从罗马的政权里面去拯救出来 但是上帝所给他们的 是更加超越他们所想所障 因为上帝 将这个救主给他们 不单止是 将他们从这个政权拯救出来 最重要是从这个罪恶里面 从这个魔鬼的政权里面去拯救出来 所以上帝圆圆将这个平安 是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他所喜悦的人 其实我们每一个都是上帝所喜悦的 因为上帝已经猜他的儿子 来到为我们每一个 上帝爱世人 甚至辞给他们 所以是给我们每一个 不只是某某人 所以要记住 耶稣基督降生 不只是为某种人 耶稣基督降生 而是为我们每一个人 这个宣布完之后 唱完歌之后 这群天使就离开他们 就回到上帝里面 那些牧羊人 那时候就互相去说 他说 刚才天使没有说 你们要去 快点去 天使说 这里又有个记号 但是牧羊人很聪明 他聪明到什么 他就说 我们已经听过这些事 我们要去百里行 去看看所成的事 他要求证 他说 天使所说的 是不是真的 我们听了之后 我们应该要去找一下 找一下真实是怎样的 所以他说 就是主子是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尋见玛利亚和异学室 又有婴孩 饿在玛床里 圣经说 他们急忙 不是万条私利 他们急急脚的 可能走到去 他们听到好消息的时候 他们立刻去 立刻去求证 立刻去找 他找这个救主 当他看到的时候 他就把天使说到 这个婴孩的说话 就传开了 他自己听到 看到的时候 他不是说 我们真的开心了 我们自己可以 回到抗野里面 去野地里面 我们再可以自己大开餐 我们庆祝了 不是啊 他说 把这个说话传开了 他愿意把这个好信息 不只是自己有了就算了 他是拿出去 给别人 去传播出来 所以当时的人 听到就很诧异 很奇怪 那些牧羊人 对他所说的说话 因为我会讲一讲 为什么他们会这样 去对牧羊人 为什么会诧异牧羊人 说话呢 首先 天使 为什么选择了牧羊人 去报这个喜顺呢 我们知道 伯利行是一个小村落 在《尼家书》里面 说到 伯利行 以法他 你在犹大诸城中跪小 将来必有一位 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中 为我作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短苦 从太初就有 在旧约的时候 在耶稣未出世 几百年前 七百几八百年前的时候 已经是说到 这个伯利行 这个市镇 你在犹太人的诸城里面 就是这么多城市里面 是最小的 比如说 在中国里面 有广东省 在广东省里面 有一个村落 这个村落 是这么多村落里面 最小的 所以不显眼的 没有什么大人物都会出的 但是圣经很早已经原话 将来必定有一位 从你那里出来 在以色列人为我作掌权 在这么小的市镇里面 有一位是来到掌权的 而他的根源 是从短苦 从太初就有了 用句话来说 有什么是从短苦 从太初就有呢 是神 因为神是开始 神是从短苦已经有了 所以 已经是原到 在这么小的市镇里面 是有一件很大 很大件事的 会发生出来 而当我们想到 这帮牧羊人的时候 我就很自然的 也会想到 诗篇的二十三篇 是否 耶稣说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堂口在清草地上 使我安揭在火 安揭在水边 所以当我们想到 在诗篇二十三篇里面的时候 这个时候 一个牧羊人 是很悠闲的 在一个中中的水溪旁边 可以淫思作乐 在看着羊在那儿 很温柔的 在那儿喝水 所以每一次我想到 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觉得很有诗意 我是比较喜欢 去读诗 看诗 那些人 所以对于这样的诗意的时候 我脑子很自然 就开始有些诗句出来 不过很少见到这样的情景 所以想不到诗意 但是 也都是同时 犹太人的最伟大的王 是谁 是大卫 而大卫的出生 只不过是一个牧羊仔 在牧羊仔的时候 是任显眼的 所以当你在以前 即是在旧约的时候 很久以前 当你想到牧羊人的时候 其实 其实牧羊人是一个很 都很受人尊敬的人 也都是很多人想 很喜欢做的 但是到了耶稣的时代 在罗马去统治他们的时代 其实这帮牧羊人的身份已经不同了 怎样不同呢 他们就是被社会 遗忘 在社会里面是没有地位的 他们没有权的 他们是被人认为 他们是一帮没有学会的人 所以他们不被人重视 而他们只可以 在一个旷野里面 在一个野地里面 去生活 去看羊 也都是 当时这帮牧羊人 被社会的人士 看为 是一个狡猾的人 很狡猾的人 差不多是可以 把他们当是一帮的罪人 所以 这帮在社会里面的人 就不会和一帮牧羊人一起去吃饭 或者去聚会 所以和他们分得很开 所以 在这个时候 牧羊人是没有地位 但是 神却拣选了 和这帮牧羊人 去把这个这么好的信息 去报给他们 为什么呢 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 神要去彰显 祂的连述给我们 神是连述那些低微的 被人遗弃的人 比如刚才说 天使对他们说 大气的信息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他为你们 当时这个你们 是对着一帮牧羊人说的 他就不是对着牧羊人说 为他们生了救主 他同一帮的 正如今 和你一起的时候 面对着你们说 为你们生了救主 这个救主 是为了我们而生的 他就是主基督 所以 牧羊人可以说是第一帮 听到耶稣基督降生的好消息的人 他们是一帮听到这个福音的人 虽然这帮牧羊人 他们当时是被社会围望 但是 神是没有围望他们 神是纪念他们的 神要叫天使 把这个好消息 报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重新得到盼望 感到悲哀 你想想当时这帮牧羊人 他本来已经是 在社会里面去抛弃了 但是反而神 他亲身的来到当中 他把这个好消息 天使向他显然 去报给他们听 那个感觉是非常之正的 非常之正的 在路加福音里面 耶稣也说了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全福音给贫穷的人 猜显我报告 秘鲁的得释放 核亚的得旁见 叫那受核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 月立人的欺验 耶稣说 他是要用高 他是全福音给贫穷的人 但贫穷不是说他没有钱的贫穷 是在他的感觉上贫穷 在他的灵性上贫穷 在他的意识上贫穷 在他不认识神里面的贫穷 他说也是猜他 他被老的得释放 我们每一国都是被老的 我们被什么老呢 我们是被我们的情欲去老去 我们被我们的自私去老去 我们被波鬼老去 所以他是一群老仆人 但是耶稣来到 他是要去把我们释放 从这个罪恶里面去拯救出来 从魔鬼的手里面去拯救 黑眼的看到 我们其实 每个人都是黑眼的 《Amazing Grace》那首歌 我们曾经黑眼的余金得汗见 就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我们有很多事物 我们以为看到 但其实我们看不到 我们看不到神 我们不认识神 因为我们被很多东西去遮蔽了我们 虽然我们的眼是2020 但是我们熟你的眼不是2020 让我们受魔鬼的压制的能够得到自由 耶稣基督降生的好信息 就是说要将我们从罪恶里面去救出来 而他是为我们每一个 在19章 《路加福音》19章10节也说到 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所的人 耶稣基督不是说那些有钱的人 拿去那里 不是的 那些需要有需要的 他是要救恩的 耶稣基督是要将救恩给他们 所以耶稣来的目的不是要人去服侍他 他是要服侍我们 他来是要寻找我们 去拯救我们 因为我们每一个都是失丧 也是在神的简选里面的时候 为什么天使要简选这帮牧弱人 向他们报起信 因为 神自己有主权 神他说我敢选谁就选谁 你没得去说我 神是神 所以主权在那里 牧弱人当时可能会觉得不配 我这班 怎么值得神去爱我们 怎么值得神去叫天使来 向我们去报这个福音 这个好信息 但是你见不见我们浪子回头的故事 在圣经里面说 有一个浪子 他一天跟他爸爸去分身家 他爸爸还没死 他影响分身家 这个真是不单是浪子 他的逆子 他说 你把一半的身家给我 因为你迟了都给我 不如先给我 给他之后 他就拿出去 挥霍了 全都用光 没有光 到那个地步 没有钱 跟那些猪篮一起去做工 去吃猪的东西 吃猪烧 那时他开始觉悟 觉悟到就说 我在一个父家里面 我吃什么都有 穿什么都有 我有工人服侍我 但是为什么我在一个 这么惨的地方里面 我为什么要跟那些猪去争食呢 他就说 我一定要回到我的父家里面 而当他在一个 懊悔 后悔 觉悟的时候 他也说 我得罪了天 他也得罪了父亲 他回到他父亲家里面的时候 他父亲离远 已经是见到他 因为父亲是每天的 去等待他回来 而这个浪子 见到他父亲的时候 他第一句说话 就说 我不配的 因为我得罪了天 我得罪了你 我情愿做你的老婆 但是父亲没有 他父亲 仍然是把最好的 给他回来 也是把 家里面的肥牛 肥羊 肥羊 宰了 而去大排盐席 去叫周围的人 一起帮他庆祝 他说 这个儿子 我曾经是失去的 大家得罪了 今天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不值得上帝爱我们的 但是上帝其实每天都在等着我们 他愿意再一次去接纳我们 我们愿不愿意回到父亲的命 因为神的爱和恩典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些什么 他仍然是简讯去接纳我们 是无条件的去接纳我们 在罗马书也说到 唯有基督就是我们 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者向我们显明 我们本来是应该死在罪里面 我们本来应该是去地狱里面的 但是神 祂已经是将这个救恩 很早的预备了 在圣诞节里面的时候 祂开始实现祂的救恩 让耶稣来到 祂为我们降心 最后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 为我们复活 让我们知道祂就是这个真神 让我们知道祂已经是战胜了罪 战胜了死亡 当我们有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 我们就能够跟天父在一起 今天可能我们也不配 觉得不配 觉得受到神的爱 但是神今天仍然的 是愿意来爱我们每一个 也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八节 它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我们每一个都被拣选 我们每一个都被拣选 彼得上帝拣选 是一个非常之特别的族类 我们不只是一个中国人 我们不只是一个台山人 我们不只是美国人 我们是一个很特别的族类 这个族类是什么呢 就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不是默默无名的 我们是受人尊敬的 我们是圣洁的 圣洁的 圣洁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射灭了我们的罪 因为这个族类就是上帝的族类 是神的子民 我们今天每一个能够成为基督徒 也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是成为神 是属神的子民 这些人 牧羊人听了之后 他有什么反应呢 他愿意聆听 当天使跟他说 不要惧怕的时候 我相信这句话 就好像一粒定心圆 他听了之后 他心里的恐惧 不安的自卑 全部都没有了 因为天使跟他说 不需要怕 今天我跟你说 不需要怕 你都仍然不怕 有很多人说 有些什么怕不怕 不用怕 你说不怕 我也怕 很多人还是怕 但是当上帝 跟你说 不需要怕的时候 你真的不需要怕 上帝是充满能力的 我没有能力的 我只是说一下 我说一下 你或是当我是法家疯 你不怕 你不怕我怕 但是上帝说 不要怕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怕 跟着天使跟他说 一个大好信息 他就更加是专心的聆听 他就更加是专心的聆听 天使跟他说的 天使跟他说的说话 他们要记住 因为他们去讨论到 听到的说话 当有人跟我们去全港福音的时候 全港耶稣的时候 我们也要好像牧羊人一样 我要去听 我要思想 我要发问 但是彼此讨论 我们要互相关怀 有时候我们在茶间班里面 我们在茶间班里面 我们在茶间班里面 我们就能够发挥这个作用 我听的时候 不单止是听 我要去想一下 我要去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 当时的牧羊人 也是一样 他是彼此去说 彼此去讨论 我们要彼此去互相关怀 我们将所听到的 彼此互相去分享 牧羊人并且是接受 并且是有一个追求心 他们没有只是停留在听 和讨论的阶段 他们没有只是说 我们说完了 我们听完 我们说完了 讨论完了 那我们又 算了吧 睡觉了 我们回家了 刚才说 天使没有叫他们 你快点去伯利行那里 他没有 圣经没有记载到天使 吩咐他们 去找一个 躺在马曹里面的耶稣 只是告诉他们 他们在大卫城 生了旧主 而这个记号 就是看到一个婴孩 躺在马曹里面 是包着布的 所以其实 这班的牧羊人 可以停留在这儿 就算了 但他没有 他匆忙 立刻 他决定 去伯利行那里面 他那里做什么呢 他说 看看所成的事 先说到 急忙去 我们听到 福音的时候 我们听到 耶稣的时候 我们心里面 有感动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 急忙去接受呢 因为我们 有时候 在报道会里面 或者有些人 听了一些 非常好信息 他心里面 受到感动 我真的很感动 很感动 很感动 不过 接着又不过 不过 遲些先 我遲些再 再听一下 当神去感动你的时候 你去急忙 你快快地去接受 让耶稣进入你的心里面 在这个野地 回到百里行里面 相信都有一段路程 不过 走十多分钟 我相信都要走很久 他也要放下 自己看着的羊 他走开了 那些羊 怎么办 他回到一个地方 可能那些人 不会接受他 刚才我说 这班牧羊人 是当时社会 是不接受他的 他回到的时候 可能被人排擠 但是他说 我们快快回去 他匆忙回去 他愿意去冒险 他愿意去冒这个险 因为他相信 天使所说的说话 他要求证 并且 他说 一定要找到这个救主 圣经说 尋找就尋见 叩门 就给你们 开门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尋找 我们尋找 一位神 中国人 什么神都去尋 但是 怎样找不到他的真神 但是我们的真神 他亲自来到这个世界里面 向我们去介绍出来 在圣诞节里面 这个信息就是 上帝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他告诉我们 他就是这位神 我们不需要再去找 因为不是我们去找神 是上帝去找我们 刚才说 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受的人 他来寻找我们 去找我们 他主动的 我们很多时候被动 上帝的爱 在圣诞节里面 显明出来 他来寻找我们 当我们正在寻找的时候 上帝说 我就在这里 你不需要去找 牧羊人 他愿意的 即刻听到这个好信息 他就即刻去到耶稣里面 今天我们听到耶稣的时候 他们也能够 即刻来到耶稣里面 耶稣说 你扣门 你拍门 我就开门给你了 你不拍门 我怎知道你需要我 他们不要停留在一个 听的阶段 放下那些可以拦阻我们 更加认识耶稣的东西 所以在圣诞节里面 如果还没有接受耶稣为你救主的时候 希望你们能够快快地去接受这个大礼物 因为圣诞节这个这么好的信息 这个大好信息 也都是关乎你 关乎你 关乎我们每一个 同样我们要继续去追求 我们要去渴慕神的话语 所以我们参加茶经班主一学 崇拜每日的读圣经 使得我们对神的信心更加坚固 还有就是这班牧羊人的反应 他愿意去分享这个福音 他们看到 他就传不开 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好消息的时候 我们都很喜欢跟朋友分享 是吧 如果你不信的时候 你在WhatsApp WeChat 你就知道 很多时候 在WhatsApp里 收到很多 未经证实的转发信息 或者是未经证实的转发的好信息 有些人说 哎 好消息 哪里有大便卖 有些什么人介绍什么食谱 包你吃了之后 健健康康 甚至有些短信说 好消息 防止新型肺炎食尿 可以保护你不受感染 那当你在短信里面 看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你要注意 很多这些是未经证实的 但是有时候 我们都不知道是好或者坏消息 但是同时也都看得出 每个人都很有心 因为知道有好消息的时候 就分享 不管好不好 人家说好就好 我们很喜欢分享好信息 但是耶稣基督这个大好信息 我们就很少去分享 牧羊人从天使里面 听到这个大好信息之后 他即刻急忙的去到伯利行 去找耶稣 当我们看到之后 他就将天使 说耶稣的话 传了出去 还记得他们 说些什么话 这个就是天使跟他说的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为的船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 这个就是那个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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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不需要说很多东西 有些人说 哎呀我不懂怎么去传福音 这个就可以成为 传福音一个非常之简短的经文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为的船里面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在圣诞节里面的时候 我们写圣诞卡 写很多 祝你身体健康 圣诞快乐 那我们又不知道是写什么 但其实 如果在圣诞卡里面 我写说 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就是今天在大为的船里面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其实这个 亦都是给我们的亲同戚 有一个 传福音一个很好的经文 因为最少他们知道 圣诞节不只是送礼物 不只是吃大餐 而在当中里面 最大的意义就是 这个好信息 耶稣基督的降心 牧羊人所传的 是他们所听到 或所见到的 今天我们也听了很多 我听了很多的 Mary在圣经里面 和我们说了很多 很多好信息 甚至我听到 有很多 我看到很多的见证 有些 曾经未相信 他怎么去相信 有些从患病里面 他怎么得到医治 神的医治 而相信 我看了很多 在恩义之星里面 也看了很多 不同的见证 我们有没有真的 将那支记 去和我们分享呢 在这个信息里面 就是耶稣基督的降心 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救主 就是这么简单 我们不需要 上神学 我们不需要去做牧师 才可以去全福音 我们每一个人 可以去全福音 在圣诞节 在圣诞节期间里面 我们都很忙 今天周 我相信 大家都很忙 预备什么呢 预备大餐 买礼物 买礼物 包礼物 但是 其实 神拣选了我们 今天 也要传扬这个好信息 分享到神的爱 祂爱我们 甚至将祂的独生子 赐给我们 祂一切信祂的 不自灭亡 满得永生 这个就是圣诞节 真正的意义 在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 要叫你们宣扬 马赵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在前一段 刚才看到 上帝是拣选了我们 成为祂的子民 但同样的 祂给了一个的任务我们 是要我们去宣扬 马赵我们出黑暗 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是宣扬上帝 我成为神的子民 我要宣扬神 祂自己的美德 所以拍摸在圣诞节里面 更加清楚知道 神真是很爱我们 揀选了我们 成为祂的儿女 更加是将祂的独生儿子 耶稣赐给我们 让我们回应神的揀选 神选了我们 我们有什么回应呢 我们快点 快快的去来 接受耶稣做救主 如果还没接受耶稣的时候 但当你接受耶稣的时候 也都是帕麦里能够 把这个好消息传出去 在罗马书 结束的时候说 报福音传起信的人 他们的脚踪 何等皆尾 让我们都是一个非常之皆尾的脚踪 好的 有一分钟给你们分享一下 对于圣诞节里面的讯息 有没有什么回应呢 好 今天更加明白到聖誕接的寄宴,非常之好 所以你對上帝的反說,上帝的禮物回應 這麼多母親人在這裡 哈哈哈哈 他們全部都是母親人 對,聖誕節快樂 各位,聖誕節快樂 我想分享很快 但是昨天其實一件很開心的事發生了上午 因為我參加了一個大灣區宣道中心搞的電話傳福音 我其實都很害怕,因為有兩個人我都不認識的 第一個教員一起打電話給他們的親朋戚友 每人都會試一個 很開心我們都打到電話 以及都把信息很簡單 還有唱一些詩歌 都跟那些親朋戚友說 開頭大家都很緊張,都怕他們很抗拒 因為打的時候不是一個人打 其實是一個加了四個人 這是一個好的經驗 還有發現很多人都未必認識福音 或者他們都很多疑問 但是在聖誕節我們去關懷他們 以及把這個送詩告訴他們 還有我自己的親戚叫Jamie 我猜不到我們聊了半個小時 雖然他都未準備好 但是都講了很多他的看法 還有他對基督教也有認識 我覺得是一個好的經驗 有時候我們好像很害怕的傳福音 但是有時候有些適當的訓練 或者你會覺得很害怕 但是神是會跟你同在 聖誕會在當中幫你 有時候不知道說什麼 或者唱首歌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接受 就好像很多的掙扎 或者魔鬼在心目中 不要做了,不要參加了,不要打了 不行的,嚇死他們 就是很多的事情 但是當你交給神 我們經過祈禱 其實把很簡單的送詩告訴他們 聖誕節的 你的來源 很簡單 當然我們會口語化 和生活化 和訓練裡面會教我們一些方法 所以大家不要害怕 因為神是會跟我們在一起的 還有有時候 傳福音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其實只要你願意 神是會使用你的 還有我們都說過生命有限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所以有時間的話 可以跟你親人去聖誕節 唱首聖誕歌 然後祝福他們 我不想浪費大家時間 多謝大家聖誕節快樂 多謝大家分享 對 真的很簡單 傳福音就是這樣 把這個大好信息傳出去 那Mary做最後一個答覆 好 謝謝 謝謝 聖誕節女士 好 好 我們第一集祈禱 師父 因為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的善愛是永遠長處 希望我們感謝你 你沒有因為我們的卑微 沒有因為我們的罪 沒有因為我們的罪 沒有因為我們真的極了你 但是當我們患了罪人的時候 靠主耶穌 你已經為我們使人 靠身在十字架上 上帝的愛 靠你耶穌 靠十字架 甘心情願 你都做人 為我們寫明 這個愛 就是十字架裡面的典命 天父阿佛 你就幫助我們 對你的愛 有一個很健康的怨念 讓我們接受你的救恩 接受你自己的呼吸 以致我們能夠在你的恩典裡面 能夠活出主耶穌的心靈 求主 予備我們的心 祂敬拜你 予備我們的心 在這個禮拜裡面 去 紀念主耶穌的降生的時候 讓我們不要忘於禮物 忘於和朋友交人一起的慶祝 但是真是集中在你裡面的 祂說給人 打起的信息是其得慶祝的 就是主耶穌降世 成為人 為我們 這個罪人 這個世界上 充滿罪惡的世界 主耶穌你仍然在這裡掌握 你仍然的呼召 每一個人去歸向你 讓我們在這個 全福音這個隊伍裡面 是有份 求主祢祝福 願我們同在 祝福我們所做的一切 予備我們的心 全拜祢 謝謝你 聽我們的口告 他們這樣祈禱去奉主耶穌基督 祝福祢祝福 祝福祢祝福 我們今天來念 今天每一個人都能夠感受 今天一集 今天一集 等我們也要集 一集 一集 我們要遇見思考 要得到 我今天各個 宗民 能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